场边侧拍球员们一个帅气的上篮动作 让加油团尖叫声连连 就是这样的坚强实力 让新竹高商女子篮球队连续两年 夺下HBL全国高中以及篮球联赛女子组的冠军奖杯 创下校史记录的二连霸 用这仅仅十位的成员打出这样子冠军 其实很不容易的 那每一个人的体力都非常的好 我这边也要感谢教练 真的很细心的带领他们照顾他们 然后假日的时间也去参赛 提升他们的一个篮球技术 所以可以看到不管是三分球啦 勾设啦 他们这些技巧其实是慢慢的在训练当中养成 然后获取这份容易也是球员相当的努力 最后一场总冠军赛 新竹高商对上上一届的亚军能人家伤 球员们顶住压力其中在最后面的19.4秒钟 由江宜仁切入上篮得分堪称决胜的最关键一球 最后比赛就以四分之差让能人家伤再次煞雨而归 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可能会撑40分钟 所以你看他们可能拉锯到8分10分的时候 他会有点想说没事那我休息一下以后就又被追回来 然后其实每次暂停 我其实相信他们啦 我只想跟他提醒说你如果不进攻 我们是没有办法赢球的 就像前一场的内服一样 我跟他说那你就是要打 相信你们其实打了一整年下 你谁拿球谁都可以进攻 然后其实江宜君的前击场都比较 传球比较多啦 人家也都会放他就觉得他都不会打 所以最后一个机会将他手上拿到 他也告诉自己我需要打 然后网如帮他做一个掩护嘛 然后切入以后他有相信自己就往前切 然后做一个假动作就上篮 然后那个球就放进 所以其实他真的自己也蛮开心的 新竹高商完成二连霸 郑中有不少球员获得个人奖项 其中教练曾滋问获得最佳教练奖 郑馨云获得最佳助攻后与最佳抄截后 而蒋婉如则是获得最佳主攻后 可以说是比赛的最终赢家 其实因为我们是靠团队的做 我们就中锋就应该要把中锋事情做好 这样巩固进去这样 所以其实就我算是最后一道强 所以一定要想要把他们挡下来 不然就白费那个前锋他们手很辛苦这样 在场上就全力的拼 然后这样才不会感觉上场就浪费掉这样 就全力去拼就这样 蛮谢谢队友们 就是也相信我 然后也谢谢教练也愿意相信我 虽然教练在赛前评估这场比赛难度很高 但新竹高商的球员们没有让学校与教练失望 顶住对手凶猛的攻势 也扛住比赛庞大的压力 最后付出的心血终于有了最甜美的回报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